欢迎山头发西藏 我是山又齐 侯友宜妻女名下的凯旋院 被民进党质疑 说租金太贵 是歌文大学生的韭菜 那昨天侯伴也举行了 这个记者会对外说明 而且还公开了 这个侯友宜妻子的这封信 里面就特别提到 这个现在凯旋院里面 有50多间的这个空房间 未来会用捐款补助的方式 提供给清寒青年来做使用 而且2020年之后 也不排除凯旋院会 转为社会住宅 不过民进党持续质疑 不对啊 这样租金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反而还节税吗 甚至民进党 今天在持续爆料 说在侯友宜担任 新北市副市长跟市长的期间 侯友宜女儿名下的幼育公司 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列地吗 不过今天侯伴也出面反驳 说这是继承的古错 而且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都根的可能 但这个说法能够止血吗 至于柯文哲农地炒地皮的争议 绿营也持续炮轰 说这是一层农地 拔好几层皮 而且层层赚暴利不说 看起来客家似乎特别偏爱买农地 因为柯文哲的妹妹 柯美兰也被爆料 在交流到附近的眼光精准的 也买了3200平的农地在养地吗 不过今天柯美兰的回应 非常的呛哦 而且民众党这个时候又爆出了 歧视原住民的言论 只是在选前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这真的对选情还有影响吗 前立委黄国昌就信心满满的说 对柯文哲的选情 当然不会有影响 因为柯文哲40岁以下的支持度 黄国昌说年卓度非常的高 而且黄珊珊也公布了民众党内参民调 所以柯文哲的现在警咬赖清德不放 已经是坐二望一了 真的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政媒体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国民党新闻市议员叶元芝 又齐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科班发言人陈志涵 大家晚安 资深珍记者商医夫 大家好 采访者邱宇宽 又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还是先来看到 柯文哲才批评现在的台湾 是贫富世袭 不过就马上被质疑 柯家是不是才掌握了 这个更多的土地财富密码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网友讥讽说 柯家人根本就是养帝王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因为柯文哲之前被爆 七百坪的这个农地 是三端是炒地货暴力 这新竹县的立委 候选人曾圣凯 他持续质疑 柯文哲的这块农地 是三名制家旦的层层暴力 说先开挖杀死土方 然后再回填垃圾废弃物 之后在土地表层 想说富土绿化之后 再出租出售或抵押贷款 但最重要的是 等到农地变建地之后 就可以再狠狠地赚一笔 不过民进长则是痛批造谣 说每个月也不过 才收几千块的租金 现在都已经全部捐出来 而且柯文哲不是批评台湾 贫富世袭吗 说台湾已经是贫富世袭的社会了 穷人孩子还是穷 你会不会成功跟你有没有努力 没关系 是跟你爸是谁比较有关系 结果周刊马上爆料 说柯文哲把台北市蛋黄区的 这个旧房子 竟然是卖给了自己的儿子 那陈佩吉怎么说 他说当时因为我们想买新家 现金不够 所以才把旧家卖给儿子 那儿子的钱呢 是夫妻逐年赠予 跟长辈给的奖学金 还有过年的红包 所以儿子比爸妈还有钱吗 好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个柯文哲之外呢 这个柯家人现在为什么会被质疑 说特别爱满农地 因为柯美兰也被爆 买了三千两百坪的这个农地 好 这个是这个名嘴徐心黄的爆料 他说柯美兰在财产申报当中 有四笔土地 都靠近新竹市加东段 而且靠近的是宏道新竹地宝这一带 他说如果这块建地变更之后 原本只有价值两百万 可以直接飙到变两亿 价值甚至还要赢过这个新竹地宝吗 而且徐心黄持续质疑说 持有这个地的时间点也这么巧 就竟然是在加东交流道开工之前 而且高宏安上任之后 就主推要恢复R万兆路 他说这个没有瓜田里下之嫌吗 不过这个柯文哲的这个竞选总部 是回应说这个是山坡地 没有任何可以开发的价值 那柯美兰也很呛了 他说当初是一对老夫妻要养孙子 那柯爸就问我要不要帮忙 我觉得无所谓嘛 反正很便宜啊 所以我就买了 我也不怕你来查 我清白得很 二十多年来一毛钱都没赚 我才不在乎呢 总之你们不要惹毛我 好那另外呢则是这个 柯文哲的副手吴欣营 吴欣营之前呢 讲外交部变成断交部之后呢 那柯文哲这个 最近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柯文哲则说呢 邦交国的数量是一种迷思嘛 你数量就算降到零也没关系啊 那为什么会邦交国这么少呢 因为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不好嘛 所以才会被挖墙角啊 还说但是呢 我们跟日本美国没邦交啊 你看看关系也不错啊 所以邦交国数量降到零 有什么关系啊 不重要 而且呢 谈到这个 吴欣营的这些争议 那柯文哲也说 这个他被问到嘛 说副手选不好 是被网路民调列为 不支持柯文哲原因的第三项 那柯文哲说 那是因为吴欣营太新了啦 是外来品种嘛 那我们会不习惯啊 但是吴欣营比想象中的强 未来在辩论会上 我告诉你萧美琴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难怪呢 吴欣营会说 柯文哲的支持度 就像巨人一样 You know 而且呢 他被问到 自家股价不到十块钱 还想管主权基金 这个吴欣营则说 我过去在集团任职的时候 每年考核可都是优等呢 而且呢 记者问我这个 根本是挖洞给我跳 然后乱贴我标签啊 但是呢 民众党这个时候呢 除了吴欣营之外呢 还爆出了别的争议 民众党妇女后援会的成员说 哎呦 我刚来花园花莲的时候 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原住民啊 整个草丛遍地都是 所以对我这个都市人来讲 我真的有点害怕 连走在路上我都会怕 结果呢 吴欣营当下听到这个 只有尴尬的笑 没有立即阻止 这个歧视性的发言 网友也炮轰 说呢 为什么不阻止呢 你那么多话可以讲 你都不讲话 歧视就是民众党的DNA吗 好 不过学会怎么看了 我们现在看 这个民众党包括了 从柯文哲本身的农地争议 到柯美兰也爆出 这个买农地三千多瓶是在这个交流道的旁边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吴欣营 那柯文哲也坦诚嘛 就是说吴欣营太薪了 外来品种 所以大家不习惯 但是他认为辩论会 吴欣营对上萧美琳 萧美琳根本不是对手 那这个 你有怎么看这个吴欣营的问题 吴欣营跟萧美琳 对待那个政见会的时候 两个是不是对手 我不知道 这个观众自己可以去评断 可是我是觉得吴欣营 自从柯文哲提名他之后 发现他对柯文哲跟民众党 整个选情是没有加分作用的 吴欣营跟那个萧美琳 对待那个政见会的时候 两个是不是对手 我不知道 这个观众自己可以去评断 可是我是觉得吴欣营 自从柯文哲提名他之后 发现他对柯文哲跟民众党 整个选情是没有加分作用的 对不对 你不觉得吗 你今天柯文哲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告诉你说 邦交国无用论 他们就说邦交国等于零也没关系 那可是对吴欣营来讲 他之前讲说什么 外交部叫做断交部 那表示说你邦交无用 你对国际邦交没有帮助 对不对 你这个外交部到底要干什么 一直把我们的邦交国都断交掉了 那你到底两个人讲的东西 有没有干戈 对不对 你有发现说吴欣营上台之后 讲的很多东西 对柯文哲来讲是没有加分的 而且他还扯 我们如果讲实在一点 他是在扯柯文哲后腿 对不对 包括讲说他小时候走 喝那个什么走路的那个酒 对不对 人家就说你看你都要做业配啊 不怪是星光大公主 长公主对不对 你连那个证件会都可以做业配 好了人家可搞不好是说 你讲错了啦 其实他要讲的表达是什么 Keep walking 就是说你要持续走下去对不对 可是他就把那个酒的品牌 都讲出来了嘛 表示你在整个证件会上面的准备 是不够的啊 对不对 随性阻止嘛 你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嘛 这比柯文哲大炮更大炮 这个柯文哲当然要小心 所以你会发现 吴欣营自从提名他之后 刚开始出来出事提升几次之后 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 吴欣营的声音越来越小啊 而且他每次讲话都出现一些错误嘛 对不对 他说你看他说他的姐妹 他是那个什么民众党妇女后援 不成为康道花脸 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原住民啊 怎么看着原住民跟草丛你会怕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告诉你说 这是一种歧视 对不对 你在很多言语上言谈上 你都是一种歧视嘛 那个固定成熟 你以前小时候的印象 你都把小时候的生活经验 或者小时候听到道听途说的一些印象 你都没有与时俱进 这几十年来 很多的改变都在变化之中 你都没有跟上啊 所以你这个人当副总统 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而且是一个危机 那我们讲到说他的土地问题 对不对 说实在话 现在柯文哲没有针对他的土地问题 进行一个 真正的去了解 去辩驳 大家的疑虑在于说 你这个土地重化变更之后 他的价值是多少 那我一直在强调说 到底当初是谁牵你来买这个土地的嘛 你当初买土地的因缘是什么嘛 你不可以说你老爸 对不对 你老爸说想要买 那我觉得很奇怪 那你爸爸不是当初买这块土地 是要让你以后回家当院长 盖医院用的嘛 那你怎么知道摆农地以后可以盖医院 这就表示说医院有土地的变更重化嘛 而且这是特农地哦 对啊 我们一再强调这是良田 所以我就跟你说嘛 你就想看好世 说这土地如果变境后 惊死人我可以带来 去变境对不对 我们竟然可以做医院之外 旁边如果变成什么 住商混合区还是商业区的话 我们就让它变过 所以这个疑虑 大家没有办法解除嘛 不过我说实在话 这次民进党打的东西 尤其是那个什么 相对剥夺感跟那个什么 贫富世袭这种东西 土地土地的那个价值 这一招真的打得真好啊 他打一个议题之后 可以打到侯友宜 也可以打到柯文哲 你看看 因为什么 说真的 赖清德名下就没有很大的产业嘛 可是往前推的话 蔡英文有没有 对 可是他就告诉你说 反正蔡英文算去过了 接下来蔡英文也不算 所以你看 他们就拼命把这个土地 财富密码 告诉你说你看 这些土地未来 就是这样 让他们造成巨富的开始嘛 你讲的什么什么 世代公益 什么贫富世袭这些东西 说真的都没效 因为你先把你们 那个什么 候选人的那个土地 名下的产业 改变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你看 他们把一个房子 过户给他的儿子 这个也成为你看 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 我说真的 这种东西大家坐在 我先冷静想看看 你老不老做老不老母的人 你今天有本事的时候 你今天如果有一家家 你敢不再过后 你儿子 对不对 现在的孩子 可怜 打拼很可怜 因为整个社会结构 都没有办法改变 这长期累积下来的 你说贫富世袭 贫富世袭难道是一个人 一年一个世代造成的吗 当然不是嘛 这是长期以来累积下来 那累积下来 有没有人提出来说 我今天如果当选总统之后 我从我开始 我今天努力的时候 一届两届三届 我把这个整个状况改变了 改变过来 扭转过来 扭转要怎么扭转 对不对 以前你看 我还记得最早以前 陈水扁 陈水扁 陈水扁经常说 共亿以前的贾其贫富 他是靠了教育之后 才让自己翻身的 那我们的教育问题在哪里 台湾今天的教育问题 可以让年轻人翻身吗 看起来好像也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贫富世袭的问题 累积下来的问题嘛 那你现在说真的 你今天柯文哲的 这个土地问题 对不对 你就告诉人家原油 当初买这块土地 你是不是纯新油 等着他土地重化改变 变更之后 你要报赚巨付的那种想法 就像你讲的嘛 如果没有 你怎么知道 他会变成医院 可以改医院 特农地照理说 这不可能的啊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给他看破 那种看破 他就给他粗破 对不对 你就比较人分 那种土地说我不要变更 甚至说我捐出去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流行捐出去嘛 对不对 你就把他捐出去 所以以后做一个什么 有他说我捐租金 捐租金那叫末路 不叫捐 拜托我要重复好几遍 非法所得 那叫做末路 对不对 好啦 那你新竹市政府 因为今天高昂就站在他这边 对不对 他也不会给你开罚单 也不会干什么 可是你就是在选举阶段 你经常说碰到你的民众多高 你的支持是多少 那都没效 对不对 这个问题留在今天的话 一直一直让人家 购兵下去的话 你要做一个明快的解决嘛 对不对 我如果说我捐出去 我弄一个什么观光农场 对不对 对不对 让市政府捐给市政府 让市政府去规划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食农教育啊 或者什么问题啊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就看你今天 要怎么处理这堂土地的民众 是不是让他继续延造下去 还怎么样 就看柯文哲自己的抉择 所以请到这个郑昊 当然你怎么看这个 柯文哲现在这个农地的争议 反正这个高昂安宜也帮忙背书嘛 那个不叫这个建筑废弃物 叫建筑剩余物 那现在又爆出来这个柯文哲 可是当然这个柯文哲进行说 这边是山坡地啊 没有任何可以开发的价值 所以你怎么看柯正营这些问题 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对我来说 有点类似于茶余饭后的话题啊 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差太多了嘛 差太多了嘛 因为最新的美脑店 都帮我民调赖销是40嘛 然后侯康 侯康嘛对 侯康是28.9 然后柯文哲是17.6 没有好没有不好啦 就在十几八上下 可是问题上 距离是太多太多 已经输一倍不止了 对不对 就是37%乘以2就34 就34距离就真的差太多太多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我自己的心态 我自己对柯文哲这几年讲话 我都真的是比较偏向于茶余饭后的话题啊 那茶余饭后的话题也不代表 现在看我们节目的要转台 因为你们正在茶余饭后 还没错吧 没有 柯文哲说我们客厅革命 还有孙子兵法是很有效的哦 华珊珊说我们现在错二望一哦 知名度像巨人一样 You know 不代表你们要转台 因为现在十点刚好你们茶余饭后 稍微听我一下 聊一下柯文哲 我自己对柯文哲这几年讲话 我都真的是比较偏向于茶余饭后的话题啊 那茶余饭后的话题也不代表 现在看我们节目的人要转台 因为你们正在茶余饭后 还没错吧 没有 柯文哲说我们客厅革命 还有孙子兵法是很有效的哦 华珊珊说我们现在错二望一哦 知名度像巨人一样 You know 不代表你们要转台 因为现在十点刚好你们茶余饭后 稍微听我一下聊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的状况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遇到危机 危机叫危机处理 那危机处理哦 就是差不多就好 什么叫差不多就好 就是假设这件事真的理亏 那真的理亏的话 你很难拗很难拗 那你拗的差不多 就让对支持者有交代 七七八八就过去了 可是真的不要再让陈佩琪讲话 两次拗的都很离谱嘛 坦白讲我觉得柯文哲的儿子 有个房子有什么了不起 是 有什么了不起 我爸医生啊 我爸台大医生主任 有个房子不是刚好而已吗 当柯文哲儿子很爽吗 当我儿子更爽我跟你讲 我儿子有二十年之后 我搞不好给他好几栋 对不对 我赚更多啊 对不对 给房子没什么 有缴振雨税就好嘛 不过你层面 你就不要讲说什么东西说 那时候是因为柯文哲要买房子 那买房子说柯文哲的钱不够 对 钱不够只要把旧家卖给他儿子 那他那个儿子几岁啊 好像好像学生吗 对 他的儿子怎么没有钱呢 来儿子的钱是这个红包 夫妻逐年赞雨 长辈给的奖学金红包 红包跟奖学金 红包不是说妈妈都把你存起来吗 这很怪嘛 红包好大包哦 很怪嘛 我觉得这很怪 你就说你就给儿子又怎么样 那你说其实不可能靠红包嘛 也不可能靠奖学金嘛 还有儿子的钱是夫妻逐年赞雨 关键就这个句嘛 就是柯文哲跟陈佩琪 因为这有赞雨税的问题 在小朋友小的时候逐年就免税嘛 可能五十万或二十万 逐年赞雨给 假设叶人资是我儿子 我就给叶人资嘛 那给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假设一下 柯文哲知道假设我的税 那每年假设给我儿子叶人资 二十万嘛 那给了十五年叶人资就三百万 那我三百万的时候呢 我要买房子 手上现金不够 我就想给我儿子叶人资一下好了 那我儿子叶人资很精明 他说那妈妈不是说给我了吗 那不然房子还可以 那讲了半天还是你自己的钱嘛 对 就不是你儿子就没有在赚钱嘛 我觉得这是可以很简单的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为什么爆出来 重点在柯文哲发的这篇啊 台湾是贫富世袭啊 穷人永远穷啊 重点在你有什么样的爸爸啊 柯文哲的事情我另外讲 因为柯文哲现在有点 几乎到语无伦次的地步 所以我讲断加到零也没关系 所以我意思是说这是第一个嘛 第二个陈佩琪 你上次讲这个新竹农地 他的说法是什么 结婚十几年后一个年夜饭 吃饭的时候呢 柯爸爸说有四个医生要买土地 但是柯爸爸觉得更小 自己学历差 所以只好叫柯文哲来当土地的主人 这也说不通吧 然后还有呢 柯文哲的农地里面那一挖出来就是事业废弃物吧 对不对或银件废弃物吧 对 那高华怎么说 可回收 可回收 不算事业废弃物也不算银件废弃物 好那剩余物 高华你要确定呢 你出个公文给我好不好 你只要出个公文 我保证我明天就去新竹买农地 我买得起啊 我下面全部买这个钢筋水泥 还有毛巾跟宝特瓶 我保证 保证白我一定有赚嘛 农地要多少钱 我买一百瓶农地要多少钱 可两三百万就有了啊 农地不是一瓶卖两万三万吗 对 我两三百瓶里面可以买一两千万飞机 我现赚七百万 高华你要确定 他说我们环保局认证的啊 你怎么认证 第二件事情你全面开挖了 你根本没有全面开挖 你怎么可以讲说 就是这个所谓可回收 初步认定 好吧那初步那二步三步四步勒 你有没有在挖 没有嘛 现在不是回田了吗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不是很想骂 问题是你不要危机处理到逼着 我不得不骂 对不对 逼了不得不骂嘛 然后呢邦交国的事情 真的是断交到零就OK吗 他说也没关系啊 过去 我们 过去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偶尔就是有断交一个 偶尔就有断交一个 国民党已经跳出来骂 民众党没跳出来骂吗 对不对 那要把过去跳出来骂 全部吞回去吗 更黄论 真的可以断交到零吗 真的 真的可以断交到零吗 为什么我们还可以主张我们叫中华民国 是有人承认我们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才主张我们叫中华民国 对不对 对 你的名字不是你自己喊的算了吗 他叫板桥刘德华 没人承认就不能叫板桥刘德华 你就是板东业原资啊 板东业原资啊 对不对 你名字要有人承认才能算嘛 断交到零 断交到零表示没有人承认中华民国 没有人承认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搞什么东西 对不对 断交到零我也得骂啊 对 那问题是 你为什么脱口而出这话 你可能真心这样认为 好 那你真心这样认为跟你真的要做的事情是两回事 选举选要剩15天 你真心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嘛 这是你现在有没有把握每一次你讲出的话 那句话要代表什么一让你多拉电票 还说没差我放飞了 我柯文哲放飞之后我剩17%没差 那你如果真的放飞之后那就没差 我就不要讨论嘛 以后大家讲好 讲到柯文哲拉掉啊 对不对 这表示你还是候选人之一嘛 然后呢 原住民那是最好笑 原住民我绝不能怪吴欣盈啊 这一次我倒晚上还是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好像是吴欣盈周末去花莲 然后去花莲的时候呢 有这个民众党的党部的干部 花莲党部说刚来花莲 我是都市人 刚来花莲的时候很害怕 原住民很多 尤其是都在草丛里面 草丛里面有很多原住民很害怕 所以我本身光电玩就有收视率 真的 第一件事情 谁跟你花莲草丛很多 花莲麻吉比草多好不好 你去花莲市绕一下 真差麻吉 麻吉店跟薄皮辣椒都比草多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情对花莲原住民不少 可是谁跟你讲原住民在草里面 谁跟你讲在草丛里 谁跟你讲原住民在草丛里面 真的 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嘛 那我觉得这个状况 吴欣盈比较好的反应 我觉得这也有点美中不足 吴欣盈其实正常 其实不是我或叶文哲 他应该都会马上制止 对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融合的 都很重要 吴欣盈也不知道是因为 这个真心觉得都在草丛里 原住民有很优秀的耶 多的是吗 多的是 对不对 我不依列举 但我就说 我不知道吴欣盈是说 真的觉得原住民都在草丛里 深有同感 还是泰菜 有可能泰菜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柯文哲认为辩论会上 萧美琴都不是对手 没关系 他怎么认为我都随便他 我就说 你没有做出适切的反应 对不对 适切我们都遇过 我甚至不要我们在当主持人 或是你当主持人家当主持人 有些讲这个 性别意识不对 你是会马上说 不要这样 我说 对不对 这基本的那种互动会有 但也有可能一是吴欣盈真心这样觉得 二就是吴欣盈太菜 对不对 那两个都不是好事 对不对 两件都不是好事 两件对于要选副总统来说 都不是加分思想 所以我觉得对于柯文哲来说 我今天骂得有点异西兰山 但是我还是该骂的 还是骂还是强烈这个 但我觉得有个大差别 你表现不好会影响到你的不分区 这就很现实 还会影响吗 剩十几天 当然会影响 因为不分区一定是一张总统票 一张立委票 一张不分区票 所以如果民众党事情 包含我最近在追吴欣盈的统战的事情 其实我也没有打很大力 吴欣盈去中国参加统战的活动 经过了新向党 我也没有打很大力 我昨天也公开讲 吴欣盈你只要说 因为他有没有说2010年 那时候两岸关系没那么紧张 可是2016年就很紧张 共激就来 共建就来 那吴欣盈其实只要说 我要退回这些东西 你知道什么 他当时不知道吗 可是我现在选总统我要退回 然后沿正要求 中国全国复联会 不要再拿我的招牌 对不对 把我拉掉 百劫妇女的企业妇女 那我未来我也不会再去 就OK了 OK 就说我昨天打算 我没有打 没有打很大力 我也觉得他不用真的 这个要怎么样 提头来见 或什么之类 他也没看到有正确的反应 对不对 就是也没看到有正确的反应 我觉得这做适切的切割就好 对不对 针对2016年 你参加那个活动 叫做经国新向党 那个党叫共产党 你要有个态度嘛 对不对 要做事件的切割嘛 要求中国不要再消费我吴希盈嘛 因为吴希盈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候选人 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没关系啊 反正十几%就加油 好民众党加油 OK 不过当然请教这个志涵 因为柯文哲自己提到说 台湾是个贫富世袭的社会嘛 那这个穷人的孩子 跟你有没有努力 你会不会成功跟你有没有努力 没关系 跟爸爸是谁比较有关系 所以呢才会 这个被周刊爆料说 这个你是在讲你自己吗 因为你 你就是把房子卖给你的儿子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 后来又爆出来了 柯美兰也买了这个 两千三百三千两百坪的这个农地 所以有一些网友说 好像柯文哲听起来 这个整个家族也没那么平民啊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状况 我先讲一下这个财富世袭 还有这个贫困世袭的这件事情 之所以会谈 主要是也是在谈教育 就像刚刚学伟哥说的 过去我们有三级贫富可以当总统 但现在呢 的确因为贫富差距的关系 结果把教育程度也都拉开了 所以其实柯文哲在谈这一段的时候 是认为说 教育应该要平权 包含像网路的部分 希望能够提供给更多弱势的孩子们 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 所以他谈这一段的时候 我相信这根事实 还有我们的理念并没有违和 那至于他是不是有把这个房子 卖给自己的儿子 然后呢这中间有这个金钱的交易 这件事情是确实有的 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绿营要打他的时候 就已经就把这个案子 拿出来炒作过了 那等于说那个时候 吴祥辉还说要送监察院啊 要干嘛的 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炒作这个话题 现在等于是就案重炒 那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呢 他们也坦诚不会说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嘛 每一年有合理的赠予的这个金额 给了小孩之后呢 最后再把这个房子 用交易的方式卖给了小孩 这个事情没有违法 国税局都有记录的 那相信也有很多人呢 这个房产的方式也是用这样子处理 但是你说柯文哲他是不是巨富 他是不是要去炒作土地 这件事情是没有的 但柯文哲他也从来没有说过 他是一个穷人 没有吧 他家里他的父母亲 想办法要给他好的环境 爸爸妈妈去赚钱 那柯文哲在说的是什么 任何的父母亲都希望给自己孩子 一个好的生活 今天柯文哲有 他有他努力的赚钱 他给了他孩子这样子的生活 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人 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未来我们是不是希望 自己的国家 可以有一个更加公平 大家可以均衡发展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他希望能够表达的 那至于说呢 在这块农地的部分 有很多的炒作 比方说过去一直在讲说 也是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啦 就在讲说这个柯文哲呢 他们买了土地之后 跟这个亲友共购了这块土地之后呢 就开始把他铺设了这个 水泥地 说那个时候呢 本来是没有铺的 是他们买了之后 开始铺了水泥 铺了薄油 然后呢 里面因为有整地嘛 所以里面也回填了 所谓的什么营造废弃物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这个行为是在柯文哲 跟他亲友合购了这块土地之后 才发生的 但问题是呢 柯文哲他们是在97年的时候 才买了这块土地 我们去调了这个空照图 在96年的9月29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96年的9月29号的时候 的航照图 当时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这个 框起来的地方 当时就已经铺设了水泥了 所以在之前的时候呢 在前一个地主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做了 整地的动作 那么之前里面 到底有没有挖 有没有填这个废弃物 照理来说 是前一任地主的事情 因为柯文哲 他们后面并没有去做 大规模的整地 或者是开挖 但是 那你们又要说 没有没有 他们是去整地 把旁边的一些杂草 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 清除掉 那我们把证据拿出来 这边这边这边 2019年的时候 上面有水泥 对啊 2020年的时候 变土 它本来就有水泥的 没有 2020年水泥被跑掉了 变土 好 那没关系 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但是我在这边讲 我也说 没有 你听我讲 我在这边我也讲说 有可能是之前 也有可能是2000年 我没有说 一定是柯文哲 但是新主是要去挖 谢谢 你不能还没有挖 就说 这是回收的了 我们就说 我们有没有挖好了 好不好 所以刚刚正昊 谢谢你 就是他刚也提出来了嘛 既然他之前 就已经有整地 而且呢 已经铺了水泥 是在柯文哲 他们拥有这块地 之前就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正昊说的 很有道理 这里面如果埋了什么东西 不能够直接就说 一定是柯文哲 跟他的亲友 做的事情 或者是去埋了 这些废弃物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可以认同嘛 因为他之前 就有做过整地了 那我们就来说 他到底有没有 挖出什么东西好了 第一个是刚刚新竹市政府 大家可能会说 新竹这边 他们已经去 环保局去做认定了 里面的确没有什么 很多的这种钢筋 废弃物的状况 而且他们挖到多深呢 已经挖到这个怪手 没有办法再挖下去了 已经挖到这样子的程度 已经挖到了 那个粘土层 也就是农地里面 本来就有粘土层的部分 那里面有一些原石什么 那些东西 本来就应该填回去的 好 所以这件事情 也已经证明了嘛 他已经挖出来 你说管线 管线一定会有啊 但你说他是不是 大规模的填了废弃物 为什么管线一定会有 这边是特农地耶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呢 在这个好 我们就讲两个东西 好不好 这个农地里面 有什么东西 首先前一任的地主 他已经做过整地的动作 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空照图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嘛 在95年 还有这个96年的 空照图当中 就已经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当时就已经铺了 铺了水泥了 好那接下来呢 他也没有挖出 大规模的营造废弃物 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嘛 这个新竹市 这边也已经认定了 但你们还要一直说 哦没有没有 这一定是 柯文哲他们买来的时候 去填进去的 或者说里面 就是有大量的 这个废弃物 这本身就不存在 所以这件事情 本身就不存在 而且他们已经开挖了 已经挖到 升到这个 挖土机 没有办法再挖下去的程度了 所以说我觉得 很多事情呢 不要跨到一个人 就好像生一个人 就是已经 我觉得已经 无限的扩张到一个 造谣到一个 非常夸张的程度 那至于呢 我觉得现在夸张抹黑 到什么样的程度 像是这个歧视 这件事情好了 本来要说 柯文哲失言 然后你要给他 灌一个歧视的帽子 那我们也就 摸摸鼻子也只能认了嘛 的确有些发言 是不精准 这我们也承认 可是你要把别人讲的话 也要说 民众党妇女后援会的成员 我们概括承受 就是说就是你吴希盈 或者就是你 柯文哲 或就是你民众党 就是认同这样的说法 这一番话呢 这个民众党的所谓这个 妇女后援会的 一位这个支持者 他说他过去 曾经被调职到 花东这边来 他本来是在都市生活的 他说这番话的前因后果 是说他被调过去了之后呢 他本来有一些朋友 跟他讲说 那边可能很偏僻哦 是比较乡下的环境 好所以呢 他们就说 这边资源是有很匮乏的问题 然后他们其实在 跟吴希盈讨论的是 吴希盈一直在说的 AI远距医疗的问题 所以他们认为说 像花东这样子 比较偏远的地方 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的确是应该要发展 这样子的远距医疗 跟AI的医疗 那他里面呢 他讲的这个笑话 他自己认为 可能他觉得很好笑话 朋友告诉他的笑话 他就在这个环境上说了 那你说他讲的 是不是很不好 很歧视或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可受公平 可是你不应该把这一段话 塞到无信的嘴里面 因为现在后面很多的报道 不是说你们啦 你们这边都是有 有直接提出来说是别人说的 但的确开始在网路上 有很多的抹黑 或者是故意把这番话 塞到说是 就是无信嘴里 那即便没有如此 也是说 那你怎么不阻止他 你怎么没有当场就教训他 说你不可以这样讲话 这是歧视的行为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 客厅会座谈会 大家坐在里面 分享一下 他们过去生活的经验 而且主要的内容 是在讲AI跟 环境跟这个偏乡医疗 所以大家很喜欢掐头去尾的 只讲他们想要放大的不好的东西 然后给他灌上一个 所谓歧视 这样子的这种刻板印象 所以在这样的刻板印象 在塑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 有意识的去操作 所谓的气宝 我们现在很明显 感觉出来 不管是绿的 想要边缘我们 或者是国民党 想要边缘我们 想要操作成我们是老三 然后去操作这样气宝的印象 那刚刚那个 郑还有提到民调嘛 那民调大家都有啊 我们有做这个内参式民调 我们每天做的追踪式民调 这份是最新的 在12月28号的这个民调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民调数字 这个浅蓝色的部分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是28.7 我们的追踪式民调 每天是600份以上 那会把前一天跟当天的 合并起来做计算 所以呢我们28.7 然后呢赖清德是31.7 所以其实我们的差距并不大 而第三名其实是侯友瑜 所以呢其实 当然侯友瑜 国民党今天非常的希望能够塑造出 我们是第三的印象 那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们的内参民调 还有信传人媒的民调 跟这个街头的民调 其实他们访问了1900人 他们的数据也很清楚的公开 那么其实呢他们的到底访问多少人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民调 他们都已经列出来了 所以民调大家都有 但是呢很多人想要做一些气宝操作 包括中共有没有戒选这件事情 检调在台中这边其实也有一些证据说 有一些人开始在操控民调 用买民调的方式 根本没有做民调的方式去做一个虚假的民调出来 然后呢有意识的去操作气宝 但是真真实实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民调白白种 民调呈现的方式各种都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数字也悬殊 但是真实的场合 过去大家说我们没有陆站 我们最近办了几场活动 从新竹 从台南到岗山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些人都是真真实实的人 他们愿意站出来支持柯文哲 而且那样子的画面的确让很多人都震撼了 光是在岗山的那一场呢 就有至少是四到五人到现场去 我们在线上同步观看直播的 包含我们自己的民众之声 还有柯文哲的YT 同时在线上 我不是说累积哦 同时在线上单一时间六万人以上 所以光是现场加上线上的超过十万人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真实数字 对你们来说还不构成是一个真实的数字 还是只要看那些可能被操纵的假民调 或者是明明检调已经证实了 有人在操控的民调 你们才认为是真实的 那我们就等待到最后选举开票的那一天 来看看潮水退了 到底是谁没有穿裤子 我们在线上同步观看直播的 包含我们自己的民众之声 还有柯文哲的YT 同时在线上 我不是说累积哦 同时在线上单一时间六万人以上 所以光是现场加上线上的超过十万人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真实数字 对你们来说还不构成是一个真实的数字 还是只要看那些可能被操纵的假民调 或者是明明检调已经证实了 有人在操控的民调 你们才认为是真实的 那我们就等待到最后选举开票的那一天 来看看潮水退了到底是谁没有穿裤子 来 远之刚志涵也特别提到了 现在也想边缘化 想你没穿裤子 读一下谁第二谁第三 那现在就是说民众党说现在这个柯文哲 这个跟赖兴德的这个差距非常的近 现在是这个坐二望一 那当然这个民众国民党自己的这个内猜民调又是如何 而且这个刚刚志涵不是有提到吗 这个现在国民党想要边缘化民众党 可是柯文哲有讲 柯文哲还点名朱立伦 如果你们再把我兼蔽亲眼 你们再对我不友善 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们国民党 那到底要帮你们国民党什么 所以这个他就一方面继续炮打你们国民党 如果将来国民党当选的话 台湾就被中国买走了 所以你怎么看 如果说再不对柯文哲好一点的话 柯文哲这个就要出招了 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状况 还有看柯文哲这个农地争议 其实大家还是在质疑 当初为什么买这个特农地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种土壤肥沃 所以他叫特农地要种植作物的 结果你买来的时候 上面已经铺了水泥了 那你们还是买了吧 而且你们也讲了嘛 希望将来可以盖医院 你们就等着变更不是吗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民调部分我觉得大家都会 挑自己比较有利的来讲 各党都一样 像之前我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讲到说 我们的民调都超过赖清德 我当时也是说这个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一定就是说 每个人都会做很多份嘛 会拿一份自己最有利的出来讲 那只不过我是觉得说 柯文哲 我现在感觉是 感觉是有两个柯文哲 你知道吗 两个柯文哲 柯文哲是非常理性务实的 比如说我在看前两天 柯文哲在证件会的那个表现 我其实是满赞同他某一些论点的 好比说他讲到教育 讲到对长辈尊重 跟我想法不谋 你是不是很想要柯文哲的票 不是 我等一下讲要逼连他 对长辈尊重他的强票吗 我等一下讲 等一下我问一下 对长辈尊重需要强调吗 我们也有孝顺父母需要强调吗 我说我刚刚讲的是说 我们的民调我们后人也是赢嘛 我们的民调也是赢嘛 那这个就大家各自解读 那我刚刚讲说政界会 比如说他说 对长辈的尊重 好那这个也是我 其实在市议会我都提出来 因为现在高龄化社会 百分之二十四九六十五岁的人口 不能说把长辈当作 是托垮社会财政 或者是一块 应该是尊重他们 把他们当作这个 要完整他们人生 所以需要就是新的对待长辈的方式 所以他提出壮年次贷 基本上我那时候 我看的时候 哎怎么讲出我心声 我觉得很不错 他理性务实 但是柯文哲很奇怪就是 他的理性务实的另外一面 他常常讲说 蓝绿都只会吵架 只有他提政策 可是问题是 他还常常骂我们国民党 所以我会有点错乱 比如说呢 柯文哲他很讨厌人家磨红他 但最近他就磨红国民党 像这一点我就不太能接受 他的讲法是说 现在有中国大陆去帮国民党去做假民调 然后所以呢 国民党都是通过中国想要赢选举 然后通过中国去动员台商 想要赢选举 因此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结论 他说所以国民党如果执政的话 台湾就会被中国买去 所以就是影射说国民党会卖台 这中间逻辑到底是什么 就说好我知道 也许中国有一些人 他想要戒选 但那不是国民党发动的啊 他们可能想要参一咖 可是跟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关系 我们国民党的立场就是也不希望中国有介入这场选举啊 因为每一次中国只要很蠢的 做一些很拙劣的手段 然后介入这个选举 然后被民党抓到或被其他人抓到 他们就会怎么怎么讲 你看国民党就是中共最要的人选 所以我给我们卖台 所以以我的立场我是绝对不想要看到 中国对这个选举有任何的影响 甚至任何的表态 但他们也许就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不关我们事啊 那我觉得理性务实的应该看到这一点啊 怎么会用这一点直接抹红说 因为中国借钱所以国民党执政 他们就会卖掉 而且更何况 克文哲自己都说 他们不喜欢别人磨轰他 但为什么去磨轰别人 像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不是我就觉得不是非常能够接受 不过这个衣服怎么看了 克文哲有农地的争议 然后妹妹克美兰也爆出来说 买了这个三千两百坪的这个农地 而且呢这个眼光精准的 就买在这个交流道的旁边 然后呢这个克文哲也提出了一个 贫富世袭的想法了 我就常说一句话 如果孙子跟阿嬷跟爸妈说 这个知识克文哲 等下爸妈回了一句话 我又没有违法买农地 我又没有去农地拿来以后 违法以后收租金 收完租金我也没有逃漏税 我都养得好好的 那怎么去游税还是反游税 然后现在跟我说是补税 每个月收房租的时候 都都不记得报税 被逼出来了以后 被逼出来了以后才去补税 不是有报税 那是土地税啦 不是不是 停车场停车场这个租金 因为他不能租 所以他其实他没有办法报税的啦 那个租金怎么报 租金没办法报啊 租金报税你们干嘛要捐出来 还要补税补拿一个税 你们补税是补什么税 好土地的税有缴 然后呢里面因为有一个农舍 也是租给别人 租给人家 所以呢这个农舍的收入 的租金也都有缴税 所以那个税的资料 我们都已经提供了 唯一缺的是2020年 这个时候疫情期间 他们来找这个他们共有人 然后说要租当停车场的那一块 停车场的那一块 因为柯文哲跟陈佩琪 不晓得有那个收入 他们是直接给了柯家 柯妈妈这边 虽然不知道 虽然补了这一块的收入 的这个税 其他的税通通都有缴 好来 所以柯妈妈有领嘛 对啊 所以我们补啦 那还是逃漏税啊 只不过是人都不同而已啊 但是我要澄清一下 每个月收钱然后 不会报税 没有啊 柯文哲的标准 更生人不算犯罪啊 好好好 民众长标准啊 好 反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扩 扩展性的票源 就会被限缩嘛 那当然你要谈到说开挖 请问你一下 你开挖当天环保局就讲了 请问你当初开挖 有没有超过十瓶 有没有超过十瓶 还是超过二十瓶 七百瓶你挖了多少 高雄那个新竹市政府 马上就要出来讲话 还没有全面开挖 还没有全面开挖就界定了 那你怎么知道 七百瓶全部挖完 里面有什么 我觉得新竹市政府 根本就包屁嘛 而且六到三十万罚了没有 不罚还在跟你说 可以展延九十天 还记不记得 我应该是上个礼拜吧 还拿出新竹市政府 发的新闻 警告告诉农民 农地不要违反使用 否则要开罚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就说 你新竹市政府 我说 那或许 忙着他的官司案 也无所谓 但是给人民的观感 就是很糟糕嘛 七百瓶挖不到二十瓶 马上就跟你做界定 这不叫包庇是叫什么 这么急的澄清干嘛 七百瓶挖完了以后 再来认定嘛 你这么快认定干嘛 现在挖完了没有 也还没挖完 你怎么知道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说 那新竹市政府 这不叫包庇 这叫什么呢 然后另外 我觉得土地的问题 当然啦 就是说你说什么贫富世袭 努力也没有用 我觉得这个话 你是告诉年轻人 不用努力回头 看你爸妈就好了吗 你爸妈如果 不是富的话 那你也不用努力了吗 我觉得 讲这个话真的很奇怪 因为他们家是富世袭嘛 所以儿子有钱 可以买爸妈的房子 但不要忘记一件事 2008年 他花了一千五百万 买这个房子 是不是 2014年的时候 他选举的时候 柯妈怎么说的 四年前因为他买房子没钱 跟我借一千万 都拿去买农地啊 当然没钱啊 不是吗 我可不可以合理推估 2008年花了一千五百万买农地 后面要买房子的时候 所以要跟爸妈借钱 所以我说 土地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限缩你往外扩张 但是你说会不会影响核心支持者 我也认为不会啊 就好像赖清德的违剑 不管大家怎么解释啦 继承违剑也好 继承建物也好 你说他会不会影响他的支持者 也不会啊 他是限缩你往外扩张的能力 ok 然后 我觉得 那一个要竞选总统跟副总统的人 他某种程度上 他的行为举止虽然不是你犯错 但是你要制止犯错 因为人民 人民啊 人民某种程度上我认为 人民他不是一个全能的人啊 他有些议题上面或火 有些知识上面尝试上面是需要 需要去被教育 需要去被教育的 记不记得邱毅宁 在委员会 只骂了在野党的立委华纳 他必须出来公开道歉 他有公开道歉 在院会在委员会骂国民党 在院会公开道歉 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就只有一件事歧视 那很简单的一件事 不过确实啦 这个话也不是 不是无信用嘴巴说出来的啦 但他应该要制止啊 就说以后不要讲这个话 这有歧视性 因为你现在是要选的是 总统跟副总统 如果当你的支持者 有歧视的语言你不制止 那以后 那这个社会 政府总统都不教育人民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还有邦交国 邦交国断交 你也没关系 今年三月份宏都拉斯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柯文哲讲什么 讲什么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也阻止不了 那个断交 这是他批评蔡英文的 现在他讲是我们台美关系不错哦 所以不要邦交也没关系哦 那你干嘛批评蔡英文 台美关系 你还说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然后也阻止不了断交 那你批评蔡英文的时候干嘛 那你为什么要批评蔡英文 反正邦交国是临远没关系啊 你们说我们台美关系也很好嘛 所以所以那个邦交临远没关系吗 那你当初要批评什么 嗯 我是觉得 一个人走过 都有很多的 很多留下很多痕迹都不要忘记了啦 当然断交对国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啦 因为毕竟建交是 建交的意义在哪里 建交的意义是承认你是一个国家 对承认你是一个国家 那中国最讨厌听什么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对所以柯文成不讲啊 他说过啊 大陆不想听的我就少讲一点啊 大陆想听的我就我就讲一点啊 当你现在在批红批什么的时候 不要忘记 你自己讲过的话的态度 那你干嘛这么要听中国了 好另外我们来看呢 其实除了柯文哲有这个农地的争议之外呢 好现在是个持续在延烧当中 当然还包括了侯友宜的凯旋苑 还有民进党呢今天呢再爆料 说侯友宜女儿这个名下的幼育公司 在侯友宜担任这个新北市长跟副市长期间 到底有没有涉嫌在新北市的新庄列地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凯旋苑租金的这个争议了 那昨天已经举办了这个举行的这个记者会 侯伴是说呢凯旋苑合法继承 合法建造依法出租缴税 那对于那为什么要分割99个门牌 是不是为了逃漏税呢 侯友宜记者委任律师则说 一切都是依法缴税甚至营业所得税还自愿采最高税额呢 好那这个任美龄呢还这个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说呢因为跟这个物业公司签的这个合约 那目前呢这个还没有办法改变出租的价格 但是呢凯旋苑目前呢有五十几间的空屋 会全部以捐款的方式补贴资助 想要在凯旋苑租屋的中低收入户的清寒青年 包括了青年学生等等 等到了2026年6月跟厂商的租约到期之后呢 就会透过这个呃 呃成租贷款的方式呢 把整栋大楼改为青年房舍出租 或者是直接改为社会住宅 不过呢民进党这个立委郑云鹏持续追打了 说啊真是高招啊 租金没有少赚还能减税呢 那侯伴则说呢 这个民进党以官方数据证明了 这个凯旋苑每个月1.6万的这个租金 不但符合市场行情 而且还是市场行情中的低价 反而是重重打脸赖清德吗 而且呢侯伴现在要喊告 因为呢民进党拍摄了包租公 曾侯康的这个广告CF 说侯友拥有超过100间套房 租给学生房租年收入2000万 但是呢侯伴执行长金普聪说呢 凯旋苑跟这个物业公司的合约 进而就是1150万不是2000万 所以侯伴要提告 那这个另外呢 这个侯伴也指控绿营要补助候选人 吊挂包租侯的这个攻击看板 那侯伴发言人说呢 选举奥布竟然拿对手的照片 当这个竞选看板 上面的讯息还是造谣抹黑 所以这个也要采取法律行动 那另外呢就是侯伴到北柬 也提告了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等五个人啊 包括民进党立委 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民进党发言人则说呢 这叫司法滥诉转移焦点 而且呢不止转移不了焦点 甚至呢还有新的爆料吗 好我们看到了 民进党今天再举行的记者会 指控这个侯友宜西学生的写 炒自己的地 为什么呢 赖清德信总说 侯家族用幼豫公司的名义 去买了新北市新庄的重化土地 是不是有内线情报啊 事先知道这个土地要重化吗 所以才逢低买进吗 有没有利益回避呢 好那这个民进党所指控的 这个据说是在这个精华地段 因为临近新庄的体育馆跟捷运 那幼豫公司呢 他们是说因为近期计划性的 分批购买土地嘛 那购买的时间在105年1月 跟106年1月 那这个先买的这个时间呢 是以每瓶62万5买下的 当时侯友宜是副市长 等到111年的时候呢 再用每瓶65万 就是每瓶多了2万5的价格继续搜购 那这个时间点呢 则是在连任市长之后 然后侯友宜在把股权 慢慢分割给女儿继承吗 好这是民进党的指控 但侯伴说呢 这块土地是继承的骨错 当时因为骨错 占到其他人的机灵地 所以买了之后呢 财产信托 这个财产申报 那这个新庄复兴段呢 也完全不具有都更条件 附近更没有都更案啊 那民进党秘書长徐立民呢 这个现在呢据说也下令 选前呢 在议题攻防方面呢 他要民进党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候选人啊 民主的必须强势主动 要持续的强力质疑 侯友宜的凯旋苑 高租金剥削学生 也要强力质疑 柯文哲的农地停车场 这些事情 所以显见 是不是对蓝白的选情 确实是有伤的啦 那但柯文哲怎么说 柯文哲说我身上有特殊性 所以现在民调都是真 1月13号以后 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黄国昌则说呢 柯文哲的民调 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40岁以下支持者 黏着度很高 而且呢下架民进党 换国民党上台 年轻人对他们来讲 这种事情毫无吸引力 所以绝对不可能弃薄 所以呢柯文哲认为自己 其实没有什么受伤啊 就请教这个证号 但是侯友宜的部分 被逼到出来开记者会 那是铁定有受伤 而且呢 昨天虽然做了处理 可是民进党持续质疑啊 你这样租金反而没减少 你还反而可以节税吗 我先这样讲 大家这很奇怪 买农地的不去耕田 然后买建地的强调 我自己不是为了盖房子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我先跟大家讲 新庄这块房子是这样子的啦 这块房子其实 去年就已经被注意到 去年侯友宜在常常申报的时候 其他的夫人 台北市新庄区复兴段 二五四地 就已经有一块地被注意到 那去年因为总统原因 就没有去打这一题 没有打这题 那没关系 今年对不对 标准拉到那么高 赖青的万里老家 一并不知道一栋 不知道五十万六十万 八十万房子 被讲了十二不设 要搞大家就来搞嘛 状况是这样 这一片呢 是新庄这个复兴段的土地 新庄复兴段有 二五四二五三 二五一二五二六跟二五五 这一片基地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这一块基地 二五四侯友宜的夫人 是继承而来 这件事我没有意见 二五三这块地怎么来的 二五三一百零五年的时候 花一千五百五十九万买 一百零六年的时候 花了七百七十九万买 一百一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六号 这厉害 十二月二十五号 就只隔天就跑去买这块地 花了多少钱 花了八百零九万买 由什么公司买 由右翼实业有限公司来买 右翼实业公司就是凯旋苑的公司 右翼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侯友宜的女儿 换句话说至少在此时此刻 右翼实业公司是不是只做一件事 一件事是 只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文化大学 我不管是两千万 一千万还是金服劳税的八百万 一边是收文化大学学生的高额租金 另外一边拿收到租金去买地 没错吧 这是百分之百持股嘛 没有其他资金嘛 所以右翼实业公司 一手剥文化大学学生的皮 另外一手炒新装的地皮 这应该是事实吧 对不对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这块地 因为后面都已经查清楚 二五一跟二五二 其实是由谁 一位黄先生所有 二五五是由一位曹先生所有 所以这块地已经整合完成了 这个基地已经整合完成 只需要三个人就可以做都市更新的申请 而且他的位置在哪 这块地 这个地方我刚好超级熟 它地方在新美式行政区中华路 一段一一六项里面 我为什么超级熟 我来这边玩了二十年 我最好朋友住哪 坐在这块 我高中同学板桥高中 这边好到什么程度 这边是新装中占路 走路十分钟到新装捷运站 另外一边叫投钱庄站 另外一边叫池亚 重点来 你这边找到整合完 你面什么 面新装运动公园 这个运动公园就等于是新装的大安胜利公园 这块地非常非常值钱 而且是建地 我想问 右翼实业公司买出外地 难道要拿来种田吗 当然是要去做所谓建地使用 当然是要做所谓都市更新 那我问 对侯友宜来说 他面对到两件事情他要面对 第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房价那么高 房价那么高的源头 是有人在炒土地 是有人在做土开 所以现在本来讲到建商 大家都恨之入骨牙牙痒痒痒 所以侯友宜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接受侯友宜在政策发表会的时候说 我这个市民如亲 我觉得年轻人太辛苦了 我要将近年轻人负担 然后另外一边他的公司在搞土地开发 第二件事情 文化大学的房租 远超过周边的两倍到三倍 我是拿出资料给大家看的 你们现在上591去刷 一瓶也是一千最多两千 侯友宜一瓶书3090 所以一瓶书收3090 就是剥文化大学的皮 你一手剥文化大学的皮 一手在西方草地皮 这是可以接受的嘛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 金普聪说没有两千万这么多 一年之后多少钱 就说800万嘛 对不对 来给大家看 105年的时候 又一时间又是花1559万去买几块地 为什么 因为他年收1500万 接着呢 连续两年 106年779 111年809 为什么收负809负779 因为我一年就收800万嘛 是不是全部都掉在这块地上面 对不对 所以他完全靠收租的钱去买地 然后买了地又买建地 他在买建地的老房子 他门口是个回收厂 难道你侯友宜告诉我说 你要经营回收厂吗 如果经营回收厂我就认了嘛 所以侯友宜这件事情 面临到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地够后面还有故事 你有没有跟建商结合吗 你有没有跟地头蛇结合吗 我在讲这块地 不是侯友宜最后会这块 有没有跟建商结合 有没有跟新庄的地头蛇结合 要搞这块地 那我再问需不需要瓜田理下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到赖金额的夫人 赖金额的夫人在干嘛 赖金额让台南市的 他夫人在台南市的台店都不敢干 跑去高雄干台店 什么叫瓜田理下 我就问个很简单的 如果今天赖金额被国民党抓到 有一笔500平一片笔的建地 要做都更 然后在台南市 国民党会怎么打 对不对 柯文哲不是新竹市市长 在新竹买建地 都被攻击了 何况侯友宜是清北市的市长 我在问如果未来两年要搞都更 那个最后那个婴谁盖的 盖侯友宜三个字 谁来做承办 汪李国 新北市的打手 这块地到底有没有受伤 一定会去受伤 去往下看 最近很多战狼小哥哥 战狼老哥哥 帮侯友宜护航嘛 还有战狼老伯伯嘛 凯旋宴 租不起就不要租啊 对不对 没有很贵啊 自己家穷啊 市场机制啊 对不对 后来到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来嘛 28%嘛 28%没了第99婆28%嘛 赖兴德40% 差11.2%嘛 后来到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给大家看嘛 新北市本命区嘛 侯友宜拿31% 赖兴德拿38%啦 南部我就不吃豆腐 年轻人嘛 36%賴清德 侯友宜剩多少 17% 一半都不到 中間選民賴清德多少 28% 侯友宜多少 20% 都你去護航 还有猪队友会发生什么事 侯友宜这个凯学院 都有一个专门的律师 这个专门的律师 2018年的时候 就被他来开记者会 这律师叫陈佳瑶 你们在做危机处理的时候 要不要对一下供词 99个门牌被大家所诟病 陈佳瑶2018年开记者会 2018年6月10号 99间门牌由来 陈佳瑶律师 代表侯友宜太太 又一十月公司的代表律师 陈佳瑶解释 为什么要99个门牌 因为任佳 侯友宜太太认为 99有99永久的意思 长久久所以说99个门牌 不999 9999 这2018年的说法 昨天的说法是什么东西 对一下供词 反主不必留下痕迹 昨天开记者会 对不对 我认为律师说什么东西 之所以升级99个独立门牌 是因为干嘛呢 未来正在法律的立场 如果与租客有纠纷 打官司独立户比较好告 我告人要靠门牌的告 我告人就告通缉派我都照告 没得住的人流浪看我都可以告 陈佳瑶能不能对一下 然后人家问 那你有没有缴房屋税 陈佳瑶说有啊 我有缴房屋税啊 怎么缴 缴什么 我都引用要联合的哦 不要说我黑人 黑他哦 民进党質疑 凯旋又99间为缴房屋税 陈佳瑶说 限值10万免缴 凯旋又一户超过 所以我没有缴 就缴一户 因为98户不缴 你是不是过关了吗 其实99块门牌 所以喜欢长长久久 然后这么多门牌 所以水电费比较好收 没有独立电表 没有独立水表 告你比较好告 你不缴房屋税 99间我缴一间 你觉得这些东西被讲出来之后 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加分的吗 对于侯友语来说可以过关吗 我常常讲很多事情 危机处理没有问题 大家都爱钱 不要假笑 你想要装清高有OK 可是你被俩包的时候就有诚意一点 2026年在捐 我就问个赖清德现在说法律只要过关他就捐 法律法律会过关 民进党负责得拿出民事最高法院的判决 违章建筑 我退一万步 违章建筑也可以信托 换句话说赖清德已经请律师在办信托 你说13号能不能之前我觉得没有机会 可是如果赖清德今天出来讲是2026我在信托 国民党会给过吗 民众会给过吗 不可能嘛 一定是ASAP嘛 那国民党会说我2026年有合约 我2026在改社会住宅 有可能给过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就往下讲 最后没剩几周了 我刚才打听了 这99波没了电子报民调 对不对 剩100跟101 102调查时间是前十天所以不会公布 所以剩两拖 且看且珍惜啊 这个民调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处理争议的方式 严重脱离民众观感的话 你就会反映到民调上面 就那么简单 好来请教学位了 今天最新的爆料就是这个 侯家在这个民党指扣嘛 在新装列地这件事情 那这个 刚刚这个证号质疑是有道理的 那你们需不需要做利益回避 而且将来做都更的话 是不是也这个会翻倍 这就是在做土地开发 但是侯伴确实有讲说 这个路段是完全不具都根条件 是吗 那另外在这个凯旋院的部分 民进党今天也打嘛 你一年凯旋院赚的钱 可以买十间赖清德的老家 所以你怎么看 如果再这样打下去的话 那这个侯伴只剩十几天的时间 真的会疲于奔命啊 我就想说现在民进党 打一个相对剝夺感 这样打得真的很多人会买单 对不对 他真的是会扩散 而且侯友宜当时 在处理这个凯旋院的问题 我就讲 他晚了十天处理 对不对 这十天的话让他议题发酵 对不对 他们觉得说我二零一八年过关 我这次也问过关 可是我刚才就解释一下 刚才李正昊的质疑 他说二零二六年解约 有成一点 我跟你讲里面住 现在还有住五十几户 你的签约签到当时 你不等到这个约解掉的时候 你突然间把人家解约 二零一八年 就是因为跟文化大学解约 多少学生半路的话 在期末卡路说还要去搬家 对不对 难道让这个事情重演吗 对不对 好那九十九个门牌 管他九九或怎么样 反正当初要设门牌 对不对 九十九个门牌 搞不好他们取邪音 或常常九九对不对 那问题是九十九个门牌 这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逃漏税要什么官司 本来就是官司 你今天如果只有一个门牌的话 住在这里面的人 我只要控告其中一个人 全部都要出庭 对不对 你要怎么说 如果赌百几个 我没有再告一个人 因为你把他们都派 公共设施你不赔偿 为了告下去的话 这整个门牌里面的 相关住户 全部都要出来出庭 所以这个很多法律的问题 要搞清楚嘛 对不对 好了 那讲到这个房子的问题的话 这块土地说真的 现在争议的就是253254这两块嘛 对不对 那正好也说他刚才住在这边 他常常在那边玩很清楚啊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李相 航阿队 对不对 这个适合 可以都庚吗 这个都庚一建的话 申请的话 要面临八米道路 你如果面临六米道路的话 你自己基地还要往内缩两公尺 变得补足八米道路 对不对 你看这叫是不是基林地 对不对 这个地本来就是 你知道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个地吗 他其实这个整块地 253号这块地有没有 254当然就是继承来的嘛 这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他现在是七分之五十分 还有七分之二是别人 OK 那253这块土地的话 当初怎么 这块地才74.7平 对不对 当初97年 那个时候 因为他爸爸当初继承的任爸 就是任美玲他爸爸 过世之后 留下这块土地的时候 他发现说他的房子给人家盖到253号 这块地上 所以就要厘清这个地局地上务的 那个地号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代数叫做老迈的97年之下 在积极找这个地主 这附近地主 我跟你说 这家都是老建筑的 很久很久啊 这都以世代继承的 而且这个房子放荒废在这个地方 很多年根本就没有人去动 没有人去住嘛 对不对 很多土地都荒废了嘛 你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多都荒废了 所以那个时候在基林土地 这个地上务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你要处理的话 当然是要找附近的地主来 光找这些地主找了三年 住在桌子 什么东西 现在人后代到底在哪里 到底是谁 谁来持份 找了三年 三年之后 大家就开始瞧 瞧什么你知道吗 就说你的土地 因为这块土地 253这块土地 总共有六个人持份 他现在就开始说 你离清房嘛 对不对 是我的土地 现在你的 你的 对不对 我的 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是不把它瞧好 因为76年 那时候地极图才重新 测量丈量 对不对 好 那就谈了之后 那时候谈的过程就是说 你是你买我的 还是我买你的 对不对 要讲清楚嘛 对不对 我买你的 你买我的 大家要贴好谁 对不对 总不能摆着 对不对 后来就是啊 任美廷因为那时候有钱 对不对 而且那个很多人就想说 我这个土地 没在漏 那个值份才12平 12平公斤 基林地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 就卖给你嘛 所以就除除除 你看 基他附近的地主 夹好道修复 你每年有钱买土地 你就可以去找他 看他买 所以就这样买下来的嘛 买了最后 我就说这个又不能都更 不适合都更一件的那个 那个范围 而且你看 李相 相子里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说 买回来 你放着以后搞不好 整个都更整个大片都看 哎 拜托 253 254在这边 在旁边256 255 255这么大 你有没有看到 还有252 251 这整片的 这是整个地基 要完整的话 那也不叫任美玲 如果真的他想都更要赚这笔钱的话 他不是旁边早就把他买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 讲都更这个就有点 有点那个了 好啦 不管怎么样了 反正这个就是 你今天有处理 就像我之前也讲过说 赖清德的那个 万里老宅 有处理跟没处理 差别就很大了 虽然他处理的 我也不是很满意 问题是他高兴就好 我也管不到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 我非常不爽的事情 就是那一天 证件发表会的那一天 我就讲说 我三个候选人 我都觉得很失望 自从死了一个国中男生之后 有谁提到这件事情 你告诉我 现在很多各界都开始讲 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 那个理事长的林硕杰 他就告诉你说 现在校园安全事件 教育部要负最大责任 为什么 我们的教育管理 跟司法管理 有没有 全部都是在保护谁 保护加害者 你看那个小孩子 那个八加九 有没有 很多朋友还在跟他留言说 刑安 抓去网子 刑安 刑什么安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社会真的扭曲到这种地步 难道死了一个人都不在意吗 所以就跟你讲 怎么办 我们就讲说 现行的教师辅导管理办法 现在对于学生 你对于学生 你说要避免他细带危险物品到学校 告诉你 怎么实行 你告诉我 如果我今天要跟这个学生 收东西的话 你知道吗 要家长会代表 要加学生代表 在场还要全程录影 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收了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没收到 老师不就用勾到死 接下来 你今天如果纠正学生 口气不好会被投诉 不能体罚 连罚战都不行 罚战叫体罚 对不对 体罚就被告到死 对不对 有问题学生 我说要给你额外的指证之后 你知道这个叫做霸凌 其实很多学校老师 干脆不敢管 你今天又学校 司法又告诉你说 今天魏成年事件管理法 处理法的话 他告诉你说 你今天处理了 魏成年不能够加注注记 对不对 媒体报导 大家记不记得 今天什么 眉牌号码 可供辨识 学校家庭什么东西 全部不能扑落 好 那这个学生什么东西都没有 犯了罪之后 像这个杀人的这个 有没有 他全颗累累 又把他丢回去学校里面 跟这些同学在一起 我就跟你讲说 你到底是在惩罚谁 你老师不能管教不能处罚的话 警察不能进校园 那这个儿哨法要告诉你 很多管保护他 那我说清楚 现在学校在学校里面 旁边有危险分子 他都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要发生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法令 到底是在保护谁 是在保护这些犯罪的加害者 你知道吗 那我们大部分 循规倒局的学生怎么办 那所以我就知道说 今天证件发表会 三个人都已经讲话了 那谁到底讲出来的话 能够符合老百姓的需求 跟关心的话 那选民自己要看清楚 不过这个义夫怎么看 现在这个除了凯学院的争议之外 现在民进党在打猴家 在这个新庄的地 当然这个猴伴是说 这个是继承的这个古错 刚学委大概有这个说明了一下 但是呢 这个如果说这个案子 再的像滚雪雪像堆 会不会有点像 当年那个朱立伦的副手 王儒璇甚至有人认为说 搞不好比王儒璇 均宅案的那个时候呢 可能后果更严重 尤其现在只剩下 十几千的时间了 真的能够讲得清楚吗 所以这个义夫怎么看 这个目前这样的状况 因为新庄的东西 2014年就打过了 其实刚才学委的说法 2014年都已经澄清过了 所以不过当然还有很多新的选民啦 没有你就打这个东西 我还是回过头来一句话 叫社会观感 就是打一个社会观感嘛 当然大家都在都在 设想是未来利益的问题嘛 新竹农地 他在投钱西都更范围内 这边他就跟你打 你有可能读根获利等等 一个未来的利益 他帮你就打成社会观感嘛 包括新庄的房子也是一样啊 他只是要把他在凯旋院上 再往前堆加 其实那个案子 2014年已经打过了说法跟解释 还有被打的内容 几乎都一样 几乎都一样 那我觉得一件事 我比较要呼应一下学伟的事 其实选举里面 人民的感受 人民的感受 最即时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最即时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你房屋里面 在打一些社会观感 让基本上大家都在做 做的事情就是淡化我的争议 扩大你的问题 淡化我的争议 扩大你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在做这一件事 当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忽视一件事 我比我比较想要呼应学伟的一件事 谷歌搜索趋势 二十五日 你知道搜索第一名是什么 国中三年级学生歌喉 然后呢里面大概前十名里面 有五项搜索是跟国三学生有关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啊 虽然我们播出的时间的时候 已经证件发表会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还是很期待看到今天 所有人所有的总统候选人 在校园安全上面怎么提出来你们的想法 如何让我们的校园 什么政策让我们变得更安全 否则现在的家长还放心把小孩送去学校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会很认真的看看到底 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提出什么样的政策 我觉得凯学院农地的事情跟那些 我觉得他的发酵大概对选民 我觉得该影响的都影响完了 而现在尤其是绿营尤其是民进 政党因为就刚才讲到 蔡英文的网路那个脸书 为什么会被灌爆 为什么会被灌爆 人民关心想要看到的是校园安全 未来该怎么样处理 他不想看到的是你贵为总统 还是什么还在谈总统选举的事 所以我觉得候选人还是要回应一下人民 因为人民你们选总统 就是为了人民 当人民关切的问题都不回应的话 我觉得这场选举的意义 对人民来说就会变得很担保 会越来越忍漠 来请到志涵了 当然这个你怎么看目前的这个状况 当然这个柯文哲也被质疑了 那侯友宇现在被质疑了 而且侯友宇现在除了这个凯旋院之外呢 然后什么新庄继承的这个古厕 现在民进党也是再度的这个爆料 虽然刚才这个义夫讲说 也许是冷饭重炒了 可是在现在的氛围底下 是不是真的会造成某些影响 你怎么看 我相信选战的倒数时刻了 任何的事情都非常关键 包含他的人设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会违法的人 他是不是有心要去炒作土地牟利的人 这些东西当然都应该要被检视 我相信选战的倒数时刻了 任何的事情都非常关键 包含他的人设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会违法的人 他是不是有心要去炒作土地牟利的人 这些东西当然都应该要被检视 之前呢 侯友宇他曾经还丢出一个证件 就是什么 清安专案 就是说这个买房免头期款 1500万就全额贷 表面上好像是非常的为孩子们的权益把关 为学生的权益把关 可是当你去从头检视的时候 他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吗 结果发现了他过去在过去所谓的大拳馆或到凯旋院 不管他叫什么名字 他去做了一个违法的分割 把这个门牌做切割的方式之后 再租给学生 租给学生之后 而且价格是高出于市价好几倍的降价 价格是在压榨学生 那你过去呢在做压榨学生的行为 然后你现在说你未来会保护这些学生 甚至在检视的时候 他近两年的新北市的社会住宅 其实新北市有很多地是可以盖社会住宅的 但是他并没有来新建社会住宅 所以你一边在压榨学生 然后呢一边在助长建商炒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推出了那个专案 告诉人家说你可以全额贷 然后告诉大家说你免头期款 但是其实这些钱都是要还的 当你头期款 你说不用付头期款 他只是延后到后面去而已 一开始每个月一万块钱 等到过了这个时间优惠时间之后 每个月是六七万的这个房贷要缴 大家缴得出来吗 把孩子当作是朝三暮四的傻猴子 然后这样子来帮建商当他们的代销吗 所以这件事情都是可供检视的 如果你过去是想要保障孩子的居住权益 保障年轻人 保障学生的居住权益 有心要来做居住正义的话 过去你就不会让你的大权管 收这么高额的租金 然后过去你也不会让 正义员明明不能够当 这个这样子的用地 不能够当宿舍住 他明明用地是不合法的 那过去台北市政府还曾经开罚他 但是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做 继续去压迫学生 去压榨学生 那我还要再说一件事情是 侯友他不是第一天当公务员了 他不是一直说他一辈子从基层做起 他当了很久的警察 他很了解法规吗 为什么他会违法的 让这块地原本应该是结合住宅 然后拿来做宿舍来使用 这件事情就是执法违法 那再加上刚刚提到的 这个新庄的这个间谍案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必须要刮田里下 他毕竟过去是当新北市市长 就跟黄山山的那个社子导是一样的吗 黄山山的社子导没有证据 还有什么证据 对所以他刮田里下嘛 但我觉得赖清德也不用笑 因为赖清德呢 同样是因为土地的问题 面临了他诚信的危机 一开始的时候赖清德怎么说的 他说47年这个房子就存在了 结果经过空照之后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过去没有这栋房子 92年他才新建的嘛 那这件事情第一个就说谎了 第二个呢 你一直说 你口口声声说 你有缴税 税务的资料在哪里 到现在都还拿不出来 所以诚信上是一个大危机 赖清德呢 明明就是诚信破产的人 他关于这个房舍的问题 万里的违建的问题说不出来 然后呢又请这些矿工的后代 来帮忙他解决这个危机 把这个危机通通都推到这些 好像很弱势的矿工身上 这样子合法吗 过去我们要说 这个矿工的问题 这边在2000年之后 就全面停职采矿了 当中历任了三位的总统 包含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12任的内政部长 还有多位的立委 包含了赖清德自己 那赖清德现在呢 他也是副总统 所以针对这个矿区的土地的争议 他到底是不是要把他就地合法 或者是要如何解决 他们始终都没有解决 不管是新北市或者是内政部 都是行政怠惰 他们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让违法继续存在 来继续护航 然后呢今天发生了事情之后呢 又把这些很弱势的矿工 推到第一线 然后叫他们出来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都是一个诚信的危机 那么当然赖清德诚信的危机 侯友宜更是 他过去一直说 他自己是个汉子 坦荡荡荡 然后干了一辈子的基层公务员 但是针对这样子依法 违法还是玩法的事件 那么甚至是有压迫学生 压榨学生 不符合居住正义的问题 我相信年轻人是非常清楚的 年轻人不会因为 你就丢出了一个 这种朝三暮四的方案 去当建商的代销 然后呢他们就投票给你 他会看着你过去是如何 在维护居住正义 或者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好来 这个言之回应一下咯 那这个刚刚这个志涵 这个力道不输给民进党 说这个99个门牌是违法 那这个然后呢 这个压榨学生赚取暴力 那现在当然对选情 可能会造成这个部分的影响 那再加上今天又新报了 一个这个新装 这个古错 继承古错 那是不是还有 这个扩大列地的问题 所以你怎么看 那个什么99个门牌 那没有不法啦 如果不法的话 图个几例而已 当初到底是 那是谁通过的 律师讲图个几例 因为他集合住宅每一个 每一个每一户都是独立的嘛 那本来就是可以有独立的电表 独立的水电 然后独立的门牌 99永久的意思 这个没有什么违法啦 这没什么违法 那大家现在在打说 那你是不是故意要躲避 那个房屋税 所以把它变成99个 其实他们也有解释 他们如果要逃税的话 他们营业所得税 为什么要缴那么高 因为缴房屋税 所以是可以抵营业所得税啊 所以也没有什么逃税的问题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 大家在那边乱打啦 我可以大家看一个啊 你干嘛要报仇 没有 你干嘛 人家左贯庭不在 你干嘛要报 你报私床 那我就不要讲左贯庭 他说凯学院侯妻婚前继承 叉叉叉踢爆 婚后13年才取得建造 哇这个踢爆感觉是 你又抓到了 你怎么又说谎 你被我踢爆了 原来你是婚后13年才取得建造 这不用你说叉叉讲 我就知道啊为什么 因为侯夫人 他昨天的公开信 就讲得很清楚嘛 当初为什么会有 大群管或者现在的凯旋院 主要就是因为 一个不幸的事件 侯友宜的儿子 因为在火烧车事件 亡生了嘛 那他的岳母非常不理解 就是侯夫人 任美玲他妈妈 很不谅解侯友宜 就你老是在外面搞刑事 等一下国家很重要 那万一你之后殉职怎么办 那你的小孩怎么办 我的女儿怎么办 所以才用那块地 用娘家钱盖了一个房子嘛 那请问一下 他小孩往生 是他婚起来婚后 婚后嘛 那婚后嘛 那所以盖这个房子 当然是婚后取得建造啊 那你民党是怎样啊 是你打都没东西打 这个都还爆料 薛义克 爆料啦 你这爆料啦 你怎么把公布拉进去 不是所以你说 你们乱打一通 然后之前有一个 我也是听不下去 这个连李正后听不下去 他说什么改成凯旋院之后的租金涨五倍 后来我去看了怎样是五倍 原来大群管是四人绑一个人三千 后来变单人绑一万六 可以这样比的哦 你香肠可以跟牛排比价钱哦 牛排怎么可以比香肠贵一百倍 废话东西不一样怎么比啦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毛钱乱 长两倍 现在就乱打一通 现在就乱打一通 那现在讲说有没有剥削学生 今天呢 林俊宪委员 因为他已经选上了 所以呢他讲话 因为他没有对手了吗 现在 所以呢他讲话非常公道 他去计算哦 他说凯旋院因为位于台北市市林区 然后呢如果按照每月租金平定啊 大概是在一万六千三到两万九千三中间 这个是林俊宪讲的哦 那我就那现在海水学院多少 一间一万六啦 那所以是地域行情啊 那地域行情你在讲什么这个 什么剥削学生 而且那一间现在五十几间房间 其实是空的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没有说一定要租的学生嘛 就是说上班族社会的事 也可以来租啊 代表说那个市场不是饱和的嘛 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嘛 所以那个星光人寿认为价钱要定在那边 大家可以选择要住还是不要住嘛 所以没有什么剥削学生的问题 那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打 假设的啊 现在就打一个所谓的道德勒索 就是说那你怎么可以有房子呢 你怎么可以出租呢 你怎么不用 怎么低于市价 什么那个五折价钱出租 因为你要选总统啊 所以你就要这样啊 好那今天国民党也 也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 因为之前我也有讲过一件事情 就蔡英文之前不是三几岁时候草地吗 买了15笔土地 后来获利1.8亿嘛 那个蔡正元爆料嘛 民进党很生气 就打点国民党 你不要乱讲 什么1.8亿 是赚5千 赚4千多万而已 其实也是赚很多了 那国民党说 好那同样标准 如果总统就有不动产 就必须要见价 租给人家的话 或者是捐钱 我做社会住宅或什么之类的话 那赖清德 那蔡英文 你这个海霸王台北市中山 北路三段土地捐出来 该地面积有三千平 按照附近租金行情 每平一千二 所以呢你也要捐出来 这不是无聊吗 我不是说他们无聊 我觉得他们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但是这样子做 没有意义嘛 那以后选爸爸来规定一下 只要要选中通的人 你家里有不动产 不管是土地还是房子 有出租的需求的话 一定要低于市价五折来出租 这是道德勒索嘛 我还是要呼应一下 那个国中生那个事件 也是我想讲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在 这个社会安全网真的破了 你看蔡英文昨天 他po了一个跟赖清德有关的贴文 没有人在理赖清德 下面全部都说 蔡总统社会安全网呢 社会安全网呢 社会安全网呢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发生小灯泡割喉事件 是他自己用蔡阿姨的身份 说小灯泡蔡阿姨会保护 接下来的人 我们一定会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可是几年过去的 七年都过去的 一直屡屡发生类似的事件 包括前几年不是也有 有什么有那个超商店员 那时候大家也说 社会安全网呢 社会安全网呢 就隔了一两年 还是一样啊 层出不穷啊 结果你还在po那个赖清德选举的东西 当然大家就炸锅了啊 没有在管你赖清德了啊 现在大家要的是社会安全网啊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拿出来骂 谁 范云啊 为什么 因为范云呢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跟人本基金会 开一个记者会 说有一个高职 因为老师有去搜搜搜搜搜搜书包 就被骂 就被骂 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侵害选政人权 可是我要问一件事情啊 今天这个这个歌人家 喉咙的这个范贤 他是用弹簧刀 据说啦 他其实有前科班班 他以前在原来的国小 原来的学校就因为霸凌别人 所以转到现在这个学校 而且有人讲说 他几乎天天都带这种凶器上 上学 那假设你今天知道这个人就是有问题 你不能够预防性的去收他的书包吗 不行吗 可是现在如果你要去收他书包 定得非常的严格 本来在马政府的时代是可以去收 现在规定是说 你要家长会代表两名 或两名老师的陪同下 那个校安人员才能够去收书包 请问一下 我现在就看到他可能有问题 我去哪里找两个老师陪同 或两个家长会的家长陪同 很困难 所以这个东西几乎就是做不到事情 那可是当然你说有侵犯人权 对啊有侵犯人权 没错 可是你侵犯人权目的是为了保障 其他更多人的安全吗 那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吗 不过转眼间又要跨年了 明年台湾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这可以从台股最近 资金狂潮挡不住看得出来吗 敏宽 我们先来讨论几件事情 在东亚民主社会当中经济有三个强权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日本 过去我们常常说好想要赢韩国 那这两年慢慢的我们真的有一点超车了 前几天国外的财经杂志说 台湾其实我们的人均的整个所谓的GDP 其实还超过了日本跟韩国 很多人可能不太相信 但我们现在快年底了 我们就好好地来比较一下这三个国家环境 现在是如何 我们先从日本先开始来谈 日本这一两年换了新的一个央行的一个总裁 所以他们现在的央行总裁叫植田河南 植田河南最近他自己说文章 写文章 然后也开始吐了一点苦水 他说什么呢 他说哎呀 捍卫日元捍卫的真的好累哦 那日本有没有捍卫日元呢 先跟各位说没有 没有捍卫日元 那为什么没有捍卫日元呢 日本其实这一两年脱离了过去二十年 那个所谓的沉默的日本 为什么脱离了沉默的日本呢 因为日本的整个汇率帮了他们很大一个忙 那现在日元来到这个地方就陷入了一个困境 简单的来说跟各位说发生什么事 最近我相信台湾家家户户每个人家里面都有日元 那为什么都有日元 别吃别很凶嘛 便宜啊 真的是便宜啊 跳楼大拍卖 那跳楼大拍卖呢 现在呢日元一路扁的过程当中呢 日本的商品活起来了 日本建国有三只柱马 汽车 机械 家电 哇这几年的出口呢 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然后呢旅客也非常非常多 但日本人苦不堪言啊又起 为什么人多还苦不堪言 我再跟各位说 感觉出口不错 我感觉外国的观光客业很多 对不对 东西变贵了 东西变贵了 东西变贵我问各位 你的口袋的钱有变多吗 没有啊 那你东西变对是不是变成 你的实质的购买能力就往下走 所以实质购买能力往下走的时候呢 现在第一个 民众对于日本的政府是极度不满的哦 然后呢 现在对于日本人来说 最弃最弃最弃是什么你知道吗 日本人 我们台湾存钱在银行 那你银行还要给你点利息嘛 对不对 日本你存钱在银行 对不起你要给银行保管费 没有利息 因为它是负利率 因为它是负利率 所以日元现在一路扁 扁到明年会如何呢 现在日本的央行总裁 直田河南说 这个是更具挑战性的一年 好回头来谈韩国 韩国现在有好也有坏 什么叫有好也有坏呢 最近英国的智库就说 说什么呢 我是认为他讲的不见得全对了 英国的智库说 南韩会取代意大利 成为全世界第十大的经济体 那当然意大利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包括了意大利的治安 包括了意大利的一带一路 那包括意大利的一个 所谓目前的经济成长 是有点停住 有点卡住的 那以南韩来说的话 南韩这几年也脱胎换骨 过去南韩最大的叫三星 那现在呢 他们的汽车工业 他们的军工业 他们的造船工业 一直也蓬勃的往上走 那以南韩来说的话 南韩这几年也脱胎换骨 过去南韩最大的叫三星 那现在呢 他们的汽车工业 他们的军工业 他们的造船工业 一直也蓬勃的往上走 但英国智库说的第二段 我是不太喜欢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台湾的经济整场会 台湾的经济成长 会被中国给拖住 因为台湾被在日本 在中国的市场 占台湾的占比占太高了 他的说法是这样 但我说这个推理真的对吗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 来跟各位做讨论 但这两天有一个画面很好笑 发生什么事呢 中国的国台办 这个国台办我们不太熟 我这个叫陈兵华 想不到最近出了一个球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台湾的媒体就问他 就说ECFA一下子要进食化 一下子又解禁了所谓的食班鱼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两手策略 然后他就说 这一题这一题我有答案 然后就开始找我 一直找一直找 翻了听了好几分钟 很久 停在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 我就新手嘛对不对 单单一个台媒的一个提问 现在的整个ECFA 陈兵华就撒住撒在那边 找不到答案也不会回答 所以整个现场完全都是 在整个禁止的一个状态 超糗 其实讲句实在话 人家包括习近平 朱凤莲都有标准答案给你 标准答案就是 只要在九二共识之下一切好谈 这个就这么简单 怎么会卡在那边 可以说这个是新的一个小朋友 但开始来谈台湾的经济 那台湾的经济 我们过去有跟各位谈论过 这个后面很多人很担心 我在又期的节目 大概在三四个礼拜前 我跟各位谈 目前全世界成熟自成 有所谓的44家的成熟自成的金元厂 那么未来2024到2025 单单中国 他要再开出32家出来 那怎么办 这么多的成熟自成 开出70几家 该要怎么办呢 那台湾很多的厂商 因为可能他的产能不太够 资金不太够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转身的一个动作 但没有想到这两天 整个联电的起手炮 已经打出来了 发生什么事呢 联电最近他就要建所谓的防火墙 他就说 我们过去的制程停在28奈米 那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往新的地方来走了 那这个地方 往新的地方去走 大家一看吓一跳 为什么呢 联电现在要做12奈米 而且进转制程 尤其我跟你说 不但有制程 现在连订单都有了 连订单就已经有了 连订单都有了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 连订也杀进了12奈米 那目前台湾的话 不就有两座 同时有两座 有所谓的先进制程吗 这个对台湾来说 当然不是坏事 对不对 但连电这个决定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呢 我们刚好跟各位谈 这么多的成熟制程 到时候大家一定抢单 那抢单的方法只有一个 价格所以就是砍价 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 对不对 如果我连电 我拥有比较好的 所谓的制程 我就可以所谓的 一加一或一加二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呢 你先来定我的 所谓的先进制程 你有其他的整个 所谓的成熟制程 我可以打折或优先出货 有连带性哦 而且客人的选择性会更多 所以第一个 他可以离开中国的杀价竞争 这是第一道哦 然后再来 目前来说的话呢 包括了Intel 包括联发科的一个订单 这些订单过去 这种通讯模组的订单呢 很多的订单下在哪边呢 很多的订单是下在整个 所谓的台积电身上的 目前慢慢的也会开始 来做整个回流 所以最近呢 外资就在喊加码 他开始在喊加码 那目前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 良性的一个竞争哦 但重点是呢 有几件事情 例如说 总统选举我们扣掉今天之后 只剩15个工作天了 那当然大家很多人都是 心中15个水桶 都七上八下嘛 对不对 可是先跟各位说 对于外资来说 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发生什么事呢 总统选举还没有到 对不对 现在外资直接用资金投票 那为什么直接用资金投票呢 我问各位很简单哦 这些都是真刀真枪的哦 台币有没有一路胜 台币现在是全亚洲最强势的货币 这个不是说 我跟又齐两个人 去抬抬得动的 我们没有办法 先跟各位说 我们没办法哦 台币一路升 各位谁抬的 然后再来 台股一路涨 谁买的 外资啊 因为外资一路买 所以台股一路涨 所以台币一路升 所以就这个架构来看的话 很简单 外资心中有一个选择了 那这个选择是谁呢 我们就等到15个工作天之后 等它尘埃落定嘛 对不对 但我们就说 外资已经用资金投票了 所以对外资来说 这场比赛已经决定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景气 今年的景气 讲实在话是真不好 那为什么真不好 我们有跟各位说过嘛 前三年紧喷嘛 20年21年22年紧喷嘛 那23年开始收缩 开始收缩的时候 加上日币一直跌 台币相对比较强势一点 所以我们有很多那种 所谓的成熟型的产业 这两年是比较不好的 多不好 又起来看 哇 之前全部都蓝灯啊 好惨啊 真的是好惨 对不对 可是呢 好在 好在在哪边呢 好在今年的景气 是叫稻吃甘蔗 怎么叫稻吃甘蔗呢 2023年是辛苦 对不对 但现在慢慢的走出来之后 现在的慢慢要转为成长了 所以外资为什么 一路争刀争枪 一直往整个台股里面 一直砸 一直砸 原因是在景气往上走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更重要 这个叫搞活经济 近期因为股市活络 台股今年真的要谢谢AI 真的要谢谢AI 又起你知道吗 今年台股那个AI股 涨三倍五倍的一大堆 真的是靠AI股 对 所以很多的股民 今年可以说是赚得没开眼笑的 所以我们说股市活络 对不对 现在单单是所谓的千金股 一张一百万以上的 有十三支 然后重点是在于 因为现在的成交量 都在两三千亿 成为固定的常态 对不对 我问各位 买卖股票要不要证交税 要嘛 证交税今年前十月 就收了一千五百九十八亿 所以 很简单一件事情 为什么政府有办法说 每个人发六千 能够适当的做降税 能够帮助谁帮助谁 要做一些很多吉他的 很简单 经济搞活了 口袋有钱了 说话就大声 所以政府搞活经济 要建设台湾